天气渐渐热了 在超商掀起了双气磷热潮之后呢 很多日韩的双气磷砖卖店也纷纷进驻台湾 不过有这么一家标榜韩国当地很流行的 风潮式的双气磷店呢 因为缺货从美国要调货到台湾 但是没想到这个田筒里面被发现了 它含有违法的糖金 总共66公斤的田筒被挡在海关外 而在今天业者亲自出面澄清道歉 表示不懂台湾的法规 以后会更小心 大口咬下酥脆甜筒 来自韩国的冰品Honey Cream 卖当地流行的风潮双气磷 不过同间公司进口的甜筒 却在边境茶宴时被抓包 添加代糖甜味剂 希望各位消费者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不太了解台湾的规定 但是知道相关规定以后 全数的有问题的代糖的甜筒 我们全部都已经退回到韩国去了 那我们也自己承担这次的损失 业者道歉声称不清楚法规 由于甜筒临时缺货 才从要收到美国的甜筒中 抽掉66公斤进口台湾 这批甜筒每公斤含有0.07克糖精 违反甜筒中不可以添加的规定 在欧美那边可以 那可能我们这样久久吃一次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目前国内只核准糖精 添加在瓜子蜜饯 碳酸饮料或特殊营养品中 营养师提醒 长期食用对身体难免有负担 也可能造成肥胖 长期食用下来 其实如果是合法的食用的剂量下 应该对身体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有一些肝脏肾脏代谢功能 比较不好的民众 可能要建议这些代糖的摄取 糖精甜筒已经送回 韩国销毁 但台湾甜筒需求量大到 厂商紧急调货 不慎调出问题 也突现了民众风双麒麟的流行现象 记者曾庆勋 李文凡 台北报道